每日神话 耶稣给五千人吃饱 约翰福音六章八至十三节 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 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 耶稣说 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 树木约有五千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 就分给那坐着的人 分于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他们吃饱了 耶稣对门徒说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 就是众人吃了 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 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五饼二鱼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通常五饼二鱼够几个人吃呢 如果按一般人的饭量来衡量 可能仅仅够两个人吃的 这就是五饼二鱼给人最起码的概念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 记述的五饼二鱼 分给多少人吃了 经文中这样记载 原来那地方的草多 众人就坐下 树木约有五千 相比五饼二鱼 五千这个数量大不大 这个数量大 说明什么呢 在人来看 五饼二鱼分给五千人吃 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就算每人只吃一小口 这五饼二鱼 也是不够五千人吃的 但是在这里 主耶稣行了一件神迹奇事 他不但让五千人都吃饱了 而且还有剩余 如经上说 他们吃饱了 耶稣对门徒说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 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 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这件神迹让人看到了主耶稣的身份地位 也让人看到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看到了神是全能的这一事实 这里是五饼二鱼能将五千人喂饱 如果没有食物 神能不能将五千人喂饱啊 当然也能 因为这是神迹奇事 所以必然有人不可思议 人觉得奇妙莫测的地方 但是对神来说 做这样的事并不算什么 既然对神来说是件普通的事 为什么要拿到这儿解读呢 因为在这个神迹的背后 有人类从未发现的主耶稣的心意在其中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五千人是哪类人 这五千人是不是跟随主耶稣的人 从经文中得知 他们不是跟随主耶稣的人 他们知道主耶稣是谁吗 肯定不知道 最起码 他们不知道 眼前站立的这个人是基督 或许部分人只知道他叫什么名 知道或听说他做了哪些事 对于传说中的主耶稣 他们仅仅是好奇而已 根本谈不上跟随 对主耶稣本人更谈不上了解 当主耶稣看见这五千人的时候 他们饿着肚子只想吃饱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主耶稣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在主耶稣满足他们愿望的同时 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他对待这些只想吃饱饭的人的态度 是什么呢 这里主耶稣的心思与态度 就涉及到神的性情与神的实质 面对这些空着肚腹 只求能吃上一顿饱餐的五千人 面对这些 对主耶稣充满好奇 又充满期待的五千人 主耶稣只想借用这次神迹奇事 赐恩典给这五千人 但他并不奢望这五千人 能够跟随他 因为他知道 这些人只是为了凑热闹 只是为了吃饼得饱 所以他就地取材 用五饼二鱼 喂饱了这五千人 让这些喜欢看热闹 喜欢看神迹的五千人 也开了眼界 亲眼看到了 道成肉身的神 能做成的事 虽然主耶稣用事实 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理 但在他心里 早已知道 这五千人 只是为了吃饼得饱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 对他们说什么话 讲什么道 只是让他们看见了 神迹奇事的发生 他对这些人 根本不可能像对待 真正跟随他的门徒一样 但是在神的心里 凡是受造之物 都在他的主宰之下 凡是在他眼目之下的 受造之物 如果有必要 神都会让他们享受到 从神来的恩典 尽管这些人 不知道他是谁 也不了解他 甚至吃了饼 吃了鱼之后 对他也没有任何印象 或者没有任何感激 神不计较这些事 而是给了这些人 一个很好的机会 享受一下神的恩典 有些人说 神做事有原则 对于不信的人 神不看顾 也不保守 更不让他享受到 神的恩典 事实上 是不是这样的 在神的眼目中 凡是活着的 凡是他造的受造之物 他都会去管理 去照顾 以不同的方式对待 以不同的方式 安排主宰 这就是 神对待万物的 心思与态度 虽然吃到饼与鱼的 五千人 并不打算跟随主耶稣 但是主耶稣 并不与这些人求真 当这些人吃饱之后 你们知不知道 主耶稣做了什么 主耶稣跟他们讲任何道了吗 在这世之后 主耶稣去哪儿了 经文没有记载 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话 主耶稣行完神迹之后 就悄悄地离开了 那么他对这些人 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有没有恨物啊 这些都没有 他只是不想更多地理睬 这些根本就不可能跟随他的人 此时他的心是痛的 因为他看到了人类的堕落 也感受到了人类对他的弃绝 也因为在他看到这些人 或与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 人类的愚钝与无知 让他的心里很难过 也很痛苦 所以 他只想尽快地离开这些人 虽然在主的心里 对这些人没有任何的要求 他也不想理睬这些人 他更不想把精力花在这些人身上 他知道他们不可能跟随他 但是主耶稣对待他们的态度 还是很明确的 他只想善待他们 赐给他们恩典 这就是 神对待每一个 在神主宰之下的 受造之物的态度 善待每一个受造之物 供应滋养每一个受造之物 正因为主耶稣是神道成的肉身 所以 他很自然地流露出 神自己的实质 他善待了这些人 他以仁慈的心 以宽大的心 对待这些人 善待了这些人 不管这些人 怎样看待主耶稣 不管有什么样的结果 他只以造物主的身份 对待每一个受造之物 在他身上所流露的 无一不是神的性情 与神的所有所事 主耶稣悄悄地做了一件事 然后又悄悄地离开 这是神的哪方面性情呢 能不能说是神的慈爱呢 能不能说神是无私的呢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能达到这一点吗 肯定做不到 在实质上来说 主耶稣用五饼二鱼 喂饱的这五千人 是什么人呢 能不能说是与主相合的人呢 能不能说都是与神敌对的呢 肯定地说 他们绝对不是与主相合的人 而他们的实质 绝对是与神敌对的 但是神怎么对待这些人呢 他用了一种方式 来化解人对神的敌对 这个方式就是善待 就是说 虽然主耶稣把他们看成是罪人 但他们依然是神眼中的受造之物 所以他依然善待了这些罪人 这就是神的宽容 这个宽容是神自己的身份与实质决定的 所以这是任何受造人类都做不到的 只有神能做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